骂人是他如果他有他觉得有理由骂我们的话那他自己就骂就好骂去就好了 他觉得他骂我们能呃没能挣到一块钱或者是骂我们能挣的一口饭吃的话没关系啊 他怎么骂都可以啊是不是他自己联系过得去的话就没事的 巴不得别人过得好过得是巴不得别人这样那样的人那种人永远都是不如别人的所以他才是老是找别人的毛病来骂别人 我这个嘴巴上嘴巴那个上火了里面里面拉掉了然后那个说话很费劲 你还爸你妹说话害了好多男人他说我害了 看了什么男人吗那有人追我妹是有我妹也没错啊是不是 追别人追我妹是他们的事情是不是能不能中到也是他们的事情是不是 那有人追我也没有我的错啊是不是有人喜欢我也没有我的错啊是不是 那我妹也没有跟谁在一起过啊是不是 不像别人一样认识就睡一下就是见一个睡一下是不是 那他认识了那么多人也没有 没有正确的发生过什么关系你说是不是 他留手都没有牵过你说是不是吗 是喜欢 杀杀好多蚊子对对刷个肩膀 那本来就是啊你说是不是那你怎么不去骂那些贱女人是不是一天睡一个的 或者是一天睡几个的都有你怎么不去骂那些人是不是吗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那种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寡别人的生活是不是 你看到过你就看看不过你就不要看 你吃饱了一点 又没有睡你老哥是不是 那有人睡你老哥了那说不定你都看不见说不定你都骂不到人家 你的老哥天天跟别人去约会这样那样 说不定你都骂不了人家是不是 别人起到你头上你都说不定骂不到 还一天在这里说风凉话真的是 我是很讨厌这样子真的我在外面很多年我从来没得罪过任何人包括我妹我妹也是很善良的 心很软很软的真的朋友也好不管是男的也好怎么样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有得罪过任何一个人真的 我觉得惹合得来就是你尊重我尊重你就这样合不来就是你顾你的我顾你的 谁都不认识谁 顾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别人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是不是你骂我了我也不会少一口饭我也不会少一口饭你说是不是 对你有啥好处呢 你说你是哪家哪家的甜粉你来这里骂我一下那人家给你好处吗 还是你喜欢人家你喜欢人家人家也不会喜欢你你说是不是 真的是好搞笑的 可能就是追过我妹的男人你是喜欢他有可能是 所以你就这样那样一天到晚也不拿个镜子照下自己 姐姐几年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 人永远都是不如别人才是说别人你知道吗 一个强者永远都不会去说人家也不会去低估这个一个人 只会宽别人好不会说别人不好 你看一下人家那些大老板过着是成果人生哪个人是积极战战一天到晚听人家的毛病一天到晚就是 自己的生活都顾不明白就是老是说别人的生活老是来指指点点别人 你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说别人吗是不是 说不定你的生活就是一趟像那个烂年一样真的白天黑夜的分不清 本来就是这样吗你说人是不是你尊重我姐姐说的对吗 这样吗我姐姐说对的可以 你说你说我妹天天你说玩抖衣啊拍视频也是你说是不是 有喜欢我们的鱼有不喜欢的那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进来鱼你不喜欢你也不要看 或者是你都可以拉黑是不是 对谁都好 那你一天巴唧巴唧的在这里长个那个乌鸟嘴一样在这里巴巴巴巴巴了你也没什么好处你说是不是 你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你看你在这里说你让你爸你老公说话还是爸你儿子说话吗 一天到我妈这里还是爸你女儿说话你说是不是还是爸你自己说话 这个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一有好的一有不好的 一有看得惯的一有看不惯的千千万万人玩这个网络你说是不是 那看不惯的人我不看 那我喜欢的人我关注我看你说是不是我不喜欢的人 然后我跟你说我床脸没有评论过床脸没有去洗过一个评论我你看看抖一好看快手一好我喜欢的人我会 我喜欢的人我会就是默默的欣赏他我不喜欢的人我会离他远 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骂他人家又怎么样真的我骂别人我觉得我心里还过不去 快没电了手机对 得罪的人很多了对自己都不好跟你说对自己都不好对自己的运气也不会好的 小姑娘说的很正能量是吧 别说了我都看了很急 必要我本来不我都不想说话的真的我当作不想看不想看的 但是他有的人还在评论这样那样 今天还有个人评论什么哥什么老一嘴这么久了怎么没有还用 很火那种话真的 吃饱了没事干真的是一天到晚 他一起巴拉巴拉在这儿以前老是说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都是他的错这样那样 一大堆在下面骂他感觉我妹的村里没有发火过 就是当时都没看见没看见一样真的我就不一样我跟你说 你对我好我就稍微的对你好你不对我好真的我也不会跟你客气的 说话很难提的你出发了我的底下真的我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 那本来就是你自找的你说是不是 千千万万人人家几千万的网红 一年都花几个男朋友过得是一年都结一次活都没有人去骂他我跟你说 你怎么不去骂那些啊 是我借一个我骂一个我真的我妹上次看他不想看他直接删除了我说不要删除 让我来好好跟他说几句话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就可以了真的 人嘛没有必要去攀比也没有必要去说别人 这样那样那你说的别人又能怎么样你说是不是 我把不好不好听的话评论上去了过只是我在直播讲这些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你说是不是 我把别人说话那别人会说啊你帮我说话了怎么怎么样 别人会感激你吗没有吧 那你无聊就去玩别的是不是不要在这里看 主要是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家人吗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 你们也知道的你们一直陪我过来的人 应该很多人的话他们明白他们也就是为了他 他喜欢的人会会觉得我伤害了别人 但是我我玩这个完了之后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 你们不要觉得哎呦我伤害 你伤害哪个人变体离伤吗 你伤害哪个人家破人完吗你说 所以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啊 那别人喜欢你是别人的事 对不到你也是别人的事 那别人也没有付出什么是不是 我们假如说是骗吃骗喝的话 你骂一下是应该的是不是 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人 有可能就喝过人家请的一杯水 真的说着不好听的 有可能会喝过一杯奶茶 那其他的话没有的 不像那个什么成都的那个怕猫一样 这什么叫捞女啊 骗这个男人骗那个男人 那你骂我还是说得过去的是不是 那么 提示了 感到幸福有姐姐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姐她的话就是 她的话正能量的一个人她的话也不会去说谁 如果别人说到她干嘛她也会很生气啊这样嘛 不像我我的话就是我觉得老是人就就好了 就那样子知道吧 当做看不见当做人就就好了这样子的 哎姐姐说的对是吧 对对 看主面 谢谢点赞谢谢谢谢 然后我手机快没电了 如果等一下网上直播的话就用我姐的播 哦没有直播的话 今天晚上就有可能就杀猪吃什么的 就播不了了 啊 这样吗 觉得猪明天再杀吧 也是你找我 你找我呢 怎么 我给妈多了 你妈多了 你家人们看见我们这里的花椒 我去看了 阿光呢 姐姐今天把妹妹出来一口气 没事 没事 帅哥 到时候那些叔叔阿姨妹妹没有的话 有时间过来塞的话就没什么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我就关播了 帅哥你们 我就关播了 我手机快没电了啊 我就关播了 谢谢 谢谢你们的点赞 我就挂了啊 我就挂了 拜拜 拜拜 走 走之阿子室 我从来也不去说谁害了我 谁怎么怎么样都在我心里面 帅哥姐妹这些都在我心里面 就是别人怎么说呀 怎么做呀 就是 然后我现在呢 说实话我现在很丢人 就是我在我们这个 这边的话真的很丢人 因为别人说我跟着男人出去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我必全网人都知道不是有个男朋友怎么怎么 然后还是个汉族的怎么怎么样这样子 我现在反正在我们这边的民族里面 还有我们这个家这边的话 在亲戚朋友面前 然后我确实就挺抬不起来的头 知道吧 帅哥你们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这些委屈 我从来不拿这些委屈来讲 因为我觉得算了 我永远都觉得别人帮了我 知道吧 我不会去骂别人 我也不会去说人家害了我 我永远都是谢谢别人 所以呢就不说了 拜拜 拜拜